在Wolfit里面有一首练习曲我很喜欢 但是在未讲之前 我们先要知道这首练习曲是想我们练习什么 在这首练习曲里面不是全部落功都有Action 譬如在第一个小节是第二拍是没有Action 有Action的只是那个旋律 所以大家练习的时候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先慢练 看看能不能控制力度和速度 最重要的旋律的那个音才是比较快的 然后第二拍的四个音全部都很小声的 然后你听到重复的音即是第二三四的Semi Quiver 看看能不能保持很轻的声音 其实为什么我喜欢这首歌呢 或者我觉得这首歌好玩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好像有多过不像一个人去拉 好像又有伴奏又有旋律 但是小提琴里面可以做到旋律和伴奏 可能比如Bark的那些舞伴奏是复杂很多 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去写 但是写出来好像很立体那样 我觉得这首练习曲的好玩的地方就是这里 大家看看能不能听到旋律 如果你听到旋律而你也听到伴奏呢 我觉得是很有满足感的 但是另外一样东西 我在这里拉紧的时候 我在想你的Semi Quiver要很稳定 如果你不平均的话 就听不到这个效果的 旋律那个地方需要的力度 速度 和伴奏的Semi Quiver是不同的 看看可不可以 拿到这两种不同的弓速 再深一层我们说 怎样可以把一首练习曲拉得好听 试一下给Phrasing它 你听到有些音是特别明显的 就算是旋律的音里面 也有一些音 譬如在刚才拉的那个D高音的那个D 是大声过下一个有Action的旋律音 然后去到这一首练习曲的最尾 最尾的一两行 最尾的那一行 你看到有些Action的旋律 试一下花多一点时间 看看怎样可以拉得特别一点 这个G-Sharpe是很特别的 没有人会想到那里有个G-Sharpe的 但是这个G-Sharpe的作用 就不应该 或者一个重要性 不应该钙过那个旋律 你要想一下到底你要用多少力了 听不到G-Sharpe 别人就听不到那个Harmony 那个和声的转变 但是如果你多过头 就会令本来那个旋律的节奏 不是听不出 中文字幕 李宗盛